这边是一只,那边是两只 我第一次上镜 已经有了 69.5 你当它是一个剧集 我们写了剧本写69集 未必用到69 可能中间我们还会改 可能我们用到18或28 我们认为需要再调整 因为我们不是逼着牙筋 大家一定要互相合作 到时我们会再调解 这个有两个牙筋 我们最快 8月4日就开始带第一个 接着才带7日 接着7日之后就换这个 下一次我见你 粒粒粒上去 就是8月18日至8月30日之间 这两个星期 不一定是18月18日 如果我先带几天 才返回贴 它就会更加上力 这里我用一点生意 送牙刷 送牙膏 用完之后 不用买相同的产品 纯粹一点生意 有时候 外出带牙线棒 没有地方擦牙 你尽量挤干净牙 这里有一个简便的盒 这个带在身边 每一次你脱下牙膏吃东西 或者做健身 总之你脱下牙膏 等到这样的盒子里面 清洁其实很简单 脱了出来 刷牙 刷牙之后 刷牙膏 有时候带久了 你觉得它有细菌的时候 简单来说 如果一般的刷牙 不能满足你的清洁 你觉得清洁的平均 那你先用水浸浸 牙膏 然后将一粒清洁片 浸浸3至5分钟 后来洗净水 它就杀到99.9%的细菌 这些草莓来帮你提供给你 你不知我快要生人了 你不知我快要生人了 每天都生人了 大概是这样 这些草莓 出去坐一会儿15分钟 咬着棉花 15分钟后 再帮你检查伤口 每次就可以了 这袋是你的 好的 谢谢 拜拜 3日后 今天是8月4日 我就开始带我第一副牙套 这个是我的下排牙 有一些劑壁 这个是我的上排牙 就是门牙 这个位置有点凸 我头的两副都是戴7天的 应该是让我适应一下 第三副就会开始戴14天 到时理医生就帮我贴线 刚刚洗了牙套 现在就试戴了 已经戴上去了 感觉是好像牙齿被绑绑了 然后说话好像有点瘤 上次医生送给我的牙膏 牙刷和牙线都打算带回公司用 这个牙刷呢 原来它是电动牙刷 入电芯 好像挺好用的 它只有两粒小 一个开一个三 我还买了李斯德林的瘦口水 这两个都是低刺激和凌酒精的 就不辣的 这个是木茶味 这个是普通薄荷味的 好 现在就正式开始我的隐色尾療程了 2 weeks later 今天去贴线粒粒粒 现在是很难脱的 这个牙刷 哈哈哈哈哈哈 哇 终于成功脱了上胎了 我兜牛肉粉 什么时候才可以熄得 我已经脱了好久了 哇 终于脱了我眼泡 好远辛苦 哇 马上好多口水 我已经出汗了 终于可以吃东西了 加牛肉面 哇 救命了 幸好我买了这个牙刷 如果不是我手指甲断了 我都没脱到牙刷 今晚就不用吃了 我觉得这个牙刷是 刚刚开始 咕牙是必备的 这个牙刷脱牙肚 真的很有用 nice 现在是10月尾 我戴了隐色尾 差不多3个月了 我刚刚就换了第8副牙刷 已经完成了10分了 我上一次复诊 医生说我戴得很好 牙刷和牙的贴合度有90多% 他说下一次复诊 绝对有条件可以缩短每副牙刷 戴的时间 我现在就是14天换一副牙刷 我想之后可能可以缩短到10天换一副 那隐色尾点才带得好呢 就是要确保每天戴够22个小时 那其实只要戴够时间 就可以戴戴减少每次 玩牙刷时的不食 所以我现在戴得很舒服 我和牙刷已经合乎为一了 戴了也好像等于没戴 那我很推荐大家 DangTrainminder这个app 这个app可以帮你 计算每天戴牙刷的时间 每次吃饭之前 你不脱下牙刷就按中间 这个圆形一下就会开始计时 戴回牙刷之后再按一下 就可以计算你脱下牙刷的时间 那你就知道自己 究竟有没有戴够22个小时 那一开始计算的时候 它就会问你一共要戴多少副牙刷 那每一副牙刷要戴多少日 那就可以计算一个闹钟 每一次够要换牙刷的时候 就会提醒你了 好了,那今天COUR日记 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